我帮你摘吧 不用了 一会儿吃些东西再睡吧 不能不吃东西啊 等会儿桃子坐天堂来了 喝两口 太子殿下 太子妃殿下 顾良娣前来拜见两位殿下 叫她回去 说我身子不舒服 是 且慢 差点忘了 这东宫里面 还有位顾良娣呢 请她进来吧 是 是 臣妾拜见太子殿下 太子妃娘娘 免礼 是 原本一早 就该来给太子殿下 和太子妃娘娘问安 但想着今晨 太子殿下和太子妃娘娘 都要去奉章殿 给陛下和皇后娘娘问安 所以 直到此刻晚娘才来 明日 臣妾一定武功就来 事后太子妃娘娘梳妆 不必了 无辜我起不来 而且 这里人很多 也不用你特意过来事后 是 臣妾修了一副鸳鸯图 恭贺太子殿下 与太子妃娘娘大婚 修得不错 娘娘谬赞了 自从太子殿下大婚的消息传来 晚娘心里是比谁都高兴 一来是晚娘有幸 与娘娘算得上是旧时 知道娘娘是睿智爽力之人 没有半点女儿家的扭念 二来 娘娘成了太子妃 太子殿下心里高兴 晚娘自然也心中欢喜 觉得有了主心骨 顾良帝这副鸳鸯 绣得确实不错 刚好 我这儿还缺一个屏风 那就再帮我绣一个大绣瓶吧 不麻烦你吧 娘娘真是太客气了 不麻烦 娘娘看得上是晚娘的福气 那就好 我累了 你先回去休息吧 是 臣妾明日再来给娘娘问安 明日不用来了 既然太子妃看上你绣的东西 那你就尽快绣好吧 是 是 要不换件衣裳再睡 太子妃定然是故意的 哪有这么早就歇无教的 明明知道 两帝今日是一定要拜见他和太子殿下的 他就是存心怠慢您 还让您绣平风 那绣平那么大 得绣到和年和月去 最可恶的是 太子殿下也站在他那边 祝祖 太子殿下也是你可以抱怨的 太子妃乃崔大将军独女 性情交走 五更都不肯起来 也不知道他从前行军打仗 是几更顺 几更起 这明显就是一番托辞 他就是不想看到我罢了 既然他不想看到我 说明他很在意我 既然他在意我 那我更要多多出现在他面前 让他时时刻刻记得 这东宫里头 除了他以外 还有一位太子良帝 殿下 好 下去吧 好 汤到了 桃子刚送来的 喝两口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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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自然不能敷衍了事 就绣一幅百鸟朝凤图 百鸟朝凤图 那得用上百种丝线 只怕要绣上一年半子 小姐 不 梁帝 这也太好神了 对啊 如此繁复的花样图案 我自然得慢慢绣 太子妃所住的成鸾殿里 是得有这样一幅百鸟朝凤图 寓意吉祥 只是不知道我绣好了 她是否还能安然住在那儿 好 等等 地上凉 这双被子 你也垫着吧 不用了 一共才两床被子 你盖着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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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来了 臣妾是来侍奉太子妃娘娘的 阴京日花好 臣妾亲自去花园里折了一些 供太子妃娘娘插病少万 太子妃现在还睡着呢 是 太子妃说五谷她起不来 所以臣妾怕打扰她 就在这儿静静候着 不用了 太子妃向来不喜欢这些花花草草的 都拿回去吧 刘萱 她让你绣屏风 你先把屏风绣好再来 是 小姐 小姐 东宫这里的花园好大 我看这些花开得特别好 就给你摘了一束 好 正巧 路上还遇见了太子殿下 他还问我 这些花够不够 要是不够的话 后面花坡里还有呢 他还问 你来了东宫以后 吃得习不习惯 要不要再单独给你设个小厨房 你们先下去吧 好看吧 怎么了 还在跟她生气啊 她刚刚那副样子 倒像是着急想跟我打听些什么呢 不过你放心 我什么都没说 我还吓唬她来着 我说你吃也吃不好 睡也睡不好 不对 你俩现在都睡一个屋里头了 这可是偏不到她的 小姐 我是不是说漏嘴了呀 那 那你确实是吃不好吗 你这两天都没吃什么东西 桃子 我这几天 一直在琢磨一件事情 什么事儿 我总觉得 柳承风并没有死 不会吧 你看 这一切都太巧了 她刚从单独的牢房 转回大狱 就马上得了伤寒 然后立刻抱了冰王 因为是伤寒 失手也不能防 就马上烧成了灰 不觉得这一切 都实在是太巧了吗 小姐 那你的意思是 崔家军虽然散了 但咱们之前在京中布置的那些暗庄还在 嗯 你让人去查一查 看看柳承风在死之前跟死之后 狱中有没有什么动静 还有街树那边有什么动静 我总觉得 柳承风跟街树 都不会善罢甘休的 啊 殿下 实不相瞒 家中老七实在是放心不下小女啊 我也说过了 小女又不似嫁与旁人 可以时不时的归醒娘家 或是遣人来看 小女是入了东宫 给殿下做良地 这君臣之分 老七也不好前来探望 所以老臣今日就十分冒昧 前来看看小女 故乡客气了 若是夫人牵挂 来探望一二也是人之常情 老臣只是担忧小女不堪侍奉殿下 老臣刚刚也问过了 小女是感激涕零 说在东宫殿下与太子妃娘娘 对她都十分照顾 本来老臣也该放心了 可是偏偏小女的侍女 刚刚送老臣出来时悄悄言道 说小女不知什么地方 让太子殿下十分不悦 自打入了东宫以来 太子殿下 对小女从未稍加辞色 就连去她那流香殿里坐一坐 也未曾有过一次半次的 这朝中事多 酷相也是知道的 老臣明白 我只是担心 怕小女在宫里犯了什么错 或是有什么地方惹怒了殿下 殿下也不用给老臣面子 她若真是犯了什么错的话 就让太子妃好好地教训她便是了 这 顾良娣真没犯什么错 那既然如此 就请太子殿下看在老臣的面子上 对小女招服一样 入了东宫这么久 殿下就连她那流香殿也从未踏足摩 那在庞然看来 就认定了 殿下对小女十分不喜 有意冷落于她 顾强放心 我理会的 你去告诉桃子 让她跟太子妃说 今晚我不去跟她一起用完善 我要去跟顾良娣一起用完善 是 还有 一定要让桃子告诉太子妃 然后再来跟我回话 是 我真就这样把原话说给太子妃啊 当然了 我们小姐 不 我们太子妃说了 让你一定按照原话 原封不动地转告给太子殿下 那好吧 快去吧 桃子 我们好不容易见一面 你就要这样子赶我走啊 我不是赶你走 不是你说的吗 着急回太子殿下的话 那你就没有什么话想要对我说吗 我 算了 你说吧 你有什么话想要跟我说呢 什么话想要做的 啊 殿下 怎么样 太子妃怎么说 太子妃说 她从来没打算跟殿下一起用碗膳 所以殿下 爱上哪儿去 上哪儿去 桃子还跟我说 一定要把太子妃的语言话 告诉殿下 我感到 什么 你干疼 那要不要我去叫太医 给殿下瞧瞧 不要了 知道你耳朵聆听得清楚 那殿下明明知道 我什么都能听清楚 对啊 两弟 太子殿下来了 殿下 免礼 你也坐 下午听说殿下要来用碗膳 这些菜都是我们两弟亲手做的 不知殿下口味 我就按照以前奶娘教我的 做了一些家常小菜 你们先出去 你们先出去 我有话对两弟说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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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我心里明白 你是怎么想的 我知道殿下咽起婉娘 觉得我不知廉耻 趁殿下不在京中 陛下赐婚我就入了东宫 可是 其实婉娘也是没有办法 是啊 我承认我是有一点私心 可那只是因为我仰慕殿下 我知道 我不应该令殿下烦恼 我也知道 殿下只喜欢太子妃 这事跟太子妃没关系 就算没有她 我也不会喜欢你 我救你 是因为哪怕不是你 是别的人 处于那种危险的情形之下 我都会去救的 我不求你回报是吗 之后你也做了很多事 替我绣了我阿娘的绣香 替我寻回奶娘并且照顾她 我都敢念于心 外娘不求殿下敢念 当初我回京 你已经入了东宫 成了太子良帝 而且刚寻了短见 所以有些话 我觉得不合时宜跟你说 但我今日来 我就想把话说清楚 我不想耽误你的终身 殿下 我的终身就是殿下呀 殿下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 虽然我是太子 但除了太子妃 我并不打算要其他良帝 宝林什么的 我知道我现在 逐你出东宫等于逼你去死 所以你就在东宫好好住着 我偶尔也会来坐一坐 让你面子上过得聚 在这东宫里 也不至于难堪 但我不会和你有任何情分 只能让你担着良帝这个虚名 不过你不必举着 等你将来有了义中人 告诉我一声 我安排你假作病逝也好 出家为导演罢了 找个由头 将你宋楚东宫 改名还行 从此以后 与义中人成亲 你还这么年轻 应该与一个两情相悦的人 共度一生 可是婉娘只喜欢殿下 婉娘只想跟殿下共度一生 殿下说这些 就好像拿着刀在婉娘的心上歌一样 婉娘实在不知道 自己哪里做得还不够好 让殿下这样厌弃婉娘 你哪里都好 只是我不喜欢你妈 可是婉娘喜欢殿下呀 婉娘比太子妃更喜欢殿下 太子妃性格刚硬 处处与殿下争执 而婉娘 只要得到殿下哪怕一丁点的喜欢 婉娘就会心满意足了 一定不会像太子妃那样对殿下的 殿下 你对太子妃那么好 可是她是怎么对你的呢 那是我们的事 顾小姐 我想你从头到尾都应该清楚 一厢情愿跟两情相悦 那是天差地别 殿下 那殿下 殿下都没有给过婉娘机会 你怎么知道以后和婉娘就不会两情相悦呢 我不喜欢拖泥淡水 我更不喜欢含糊其辞 顾小姐 该说的我都说了 你保重 两阁 两阁 太子殿下到底说什么了 好像殿下一点儿也没吃 为什么 太子殿下说要我好好待在这东宫里 他会常来看我的 好 桃子 你想穿这个吃法真的很有古力 就像古人用顶煮肉 还用菊花花瓣去去腥味简易 是啊 这锅子下面生着火 煮肉的时候一定要这样涮着 这样的话肉才不会煮老板 好 小姐 今天您可要多吃一些 最近都没有好好吃饭 人都轻瘦了不少 你也要多吃一点 来 这瓶的肉都熟了 吃了 嗯 石齐郎 这天也太冷了 要不咱回去吧 我都跟他说了 我要去顾梁地能用完肾 他还装作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你说 我是不是该晚点再回去 石齐郎 其实我没太听懂 你说太子妃都满不在乎 你为啥还要在这走来走去 晚些再回去 我真不知道桃子为什么会喜欢你 他说 他就喜欢我这样傻乎乎的样子 是啊 这可不是吧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傻子 真是傻人有傻夫 桃子能喜欢我 确实是我的福气 石齐郎 你真不回去啊 不回去 那你要不回去的话 我就先回去了 桃子跟我说 他今天做了我从来没有吃过的新鲜吃食 说要我回去一起吃 就去去 等一下 他们都知道 你是跟我一起去见顾梁地的 你这一回去 那他们岂不就发现我早就从顾梁地那走 那我不就露馅了吗 那我不就白白睡半个晚上老公了 对啊 谢谢啊 还是你想的周到 哎 殿下 去给我拿一双筷子 哦 不是拿 是吗 不是在顾梁地那儿用晚膳吗 怎么 这顾梁地 居然让殿下没有吃饱吃好 这可不行 桃子 去传顾梁地来 我要问问他 是怎么侍候太子殿下的 是 不准去 桃子你出去 是 常儿在偏殿等你 是 嗯 殿下这是怎么了 就算是顾梁地没有侍候好殿下 难道我还问不得了 我还要问问你为什么要生气呢 是因为我去顾梁地那儿用了晚膳呢 还是我回来太晚了呢 生气 殿下为什么会觉得我在生气啊 你如果没生气 你为什么要找顾梁地的麻烦 还要传他过来问话 殿下这是忘记了吧 我是太子妃 在这东宫里面 梁地没有侍候好殿下 当然应该由我这个太子妃来拨问了 俗话说得好 坐一天和尚 撞一天钟 既然我现在已经是这个太子妃了 自然要尽忠职守 殿下之前是不愿意做太子的 但现在不是也做得挺好的吗 身为储君 替朝廷谋划 解散崔家军 把我父亲 从一个万军统领 变成一个颓唐的老人 不就是为了消弭朝廷 所担忧的藩阵之祸吗 阿英 我也是迫不得已 你回去吧 我要休息了 我回哪里去 这里是承鸾殿 就像你说的 坐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你已经是太子妃 就应该尽忠职守 殿下有自己的起点 之前不过是新婚之时 在我这儿睡了几晚地板 做做样子而已 何必呢 殿下睡不好 我也睡不好 你这是要赶我走 对啊 我就是要赶你走 我就不 我不但就不走 我还要在这儿睡下 殿下今晚 就算不愿意走也得走 我今天晚上不想再睡不好了 还剩我这招 我不会踩上你的刀 我不会踩上你的刀 主持人 鸣定的缘分 却作为的身份 无尽的安忍 想逃离这纷尘 默契的信任 隔绝了缘与恨 只属于你我 占满天的缤纷 历史最初的期待 心凉起来 你是最终的答案 无悔无言 想说的话会成花圈 一圈一圈 啊啊 你是回忆的誓言 心肠不炫 是很久的思念 始终不别 为你愿放弃 这世界 此生无可 殿下醒了 昨晚 昨晚 我们 殿下不用放在心上 些许小事而已 小事 我就照实跟殿下说吧 其实 殿下真不必建议 反正 等我一旦有孕 我就会把你杀了 让我儿子继位 这样 我就是太后了 怎么 殿下又觉得自己 伤当受骗了 但你也没吃亏啊 等一下 别让我再赶紧 不要 有 你 他们 有 消灭 变化 殿下 殿下 来了 一早传照不知有何事 那穆贤河的事 打听得怎么样了 他并没有遮掩自己的行踪 只是这个人呢 疏懒 张狂 无论什么达官贵人 或者是一帜千金 他都不为所动的 看来这位穆贤河 想要打动他 绝非意识 小姐 小姐 小 小姐 你怎么突然穿成这样了 我想着你说 接受的事情有些眉目 那今天 正好可以去追查 是 是有一个接受人 打扮成西凉行商的模样 最近都有在出入西长经 据说 是接受首领 巫落的亲信之人 但是这个消息 也不确定是真是假 还是要亲眼见一下这个人才好 真的吗 难怪今天太子妃娘娘 这么早起 是自己梳妆呢 我给太子妃娘娘奉茶 看得真真的 她虽然用纸粉遮掩 可她那脖子上好几处呢 刘香殿的顾良娣 只怕是要气死了 眼见她是仙境的东宫 谁知太子殿下 连眼角都不曾撇她一下 一个是硬塞给太子殿家了 一个是太子殿下心爱的人 那能一样吗 那宫人还说 顾良娣乃是陛下赐婚的 太子妃 却是太子殿下冒着大雨 在景德殿前跪了整整一天 跪得都吐血了 才苦苦求取来的 一个 是硬塞给太子殿下的 一个是太子殿下心爱之人 那能一样吗 小姐 您就别绣了 这幅绣平就算绣好了 太子妃也不会让您去见殿下的 她那么霸道的一个人 偏生的殿下又这般宠爱她 上嘴 是 小 良娣 只是良娣还是应当尽快想办法才是 否则 太子殿下真的不会再来了 我叫你不罪 从前到没有 相爷爷来消息退良娣 希望良娣已经快 查博士 客人有什么吩咐 今天这鲈鱼不错 帮我留一条活的 我要带走 不用您的钱 客人果然好眼光 这南边来的活鲁鱼啊 说句大话 在整个西长京 除了我们封营楼 您就是拿再多的银钱 只怕也是没输去找寻 我这就去办 我记得 你是不爱吃鱼的 某些人爱吃啊 我又不像某些人 自己吃得好 却从来不像这别人 这顿饭吃得可真是太饱了 这顿饭吃得可真是太饱了 还是外面的东西好吃啊 就是啊 就是啊 两位客人 嗯 是曾两位说 要夹一条鲁鱼带走 回家做鱼块啊 嗯 不用你们切啊 我们自己带回去切 对 可除夏呢 只有一条鲁鱼了 而另一位客人呢 也十分想要 就问 能不能多出一辈的价钱 请将这条鱼让给他 不行 这条鱼是我先点的 得归我 什么 差钱也不行吗 这客人说是他先要的 不肯相让 这样吧 你带我去一趟 我同他们说 好 这位客人 这位想要鲁鱼的客人 真的十分诚心 请来亲自相求 两位客人 我知道不应该夺人所好 但两位若是肯将鱼让给我 我愿意代付两位酒宴的账 并再送上一笔银钱 家中交妻深爱此物 若不能将鱼带回去的话 只怕回家要跪算盘 你不有那么差吗 跪算盘 你们家有算盘可以跪吗 老师 这是夫人叮嘱让我给 两弟 这是夫人叮嘱让我给两弟送来的 夫人 夫人说请两弟放心 这药是最好的 事后也验不出来 不至于留下任何把米 不行 殿下是何等精明心细之人 若是这样做 只会让他更加厌弃我 夫人说两弟不必沾前顾后 家里人包括相爷 都是这个意思 说是两弟无法在东宫站稳脚跟 那相爷就白费了这若夺力气 能不能令未来天子成一生阿翁 全看两弟了 此举不应于自毁长城 我说不可就是不可 是 这杯酒敬殿下 这酒烈得很 你不要再饮了 是 殿下尝尝这羊肉糕 是臣妾的母亲送来的 制法和外面不同 您尝尝味道 那你怎么跟耳朵说的呀 我就跟他说 这么重要的事情 我可得好好想想 嗯 然后他就问我说 那我想这个事 你得想多久 嗯 我说那这个事 我也得想想 嗯 嗯 你想我什么呀 我在想 那不得给耳朵急的 装耳脑塞的 那倒也没有 嗯 不过他这几天 看起来是有些着急 好像 总想问我想好了没有 又不好意思问 别回去了 嗯 那你说说看嘛 这么大的一件事情 我仔细想想 不是很正常吗 是 特别正常 一定要仔细地想好了啊 嗯 嗯 边吃边想 让他着急是对的 嗯 嗯 殿下 再饮一杯 你这酒 无辜呼叫上 殿下 殿下 我以后不再来了 殿下 殿下 怎么了殿下 殿下 放开 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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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醉 是不是你做了什么 你在门口探听什么 两弟 都是夫人逼我的 我告诉夫人 两弟说了不可以用药 夫人却说您是胆小 叫我一定要把药屠在太子殿下的酒杯上 要是我不听 就要帮忙我全家人 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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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 什么 竟有此事 如今可谓是一朝不慎 满盘结束 眼下 太子师绝无可能再来我这留香殿了 夫人真是糊涂 不过你迟迟抓不住她的心意 总不是办法 事已至此 我也无法在这东宫中立足 父亲 你可还有什么妙计 可以力挽狂澜吗 为今之计 只有府邸仇心了 父亲的意思是 太子妃锋芒太盛 可惜这世上 月盈则亏 水满则亦 万一天年不测 她 突然间死了 太子殿下纵然是伤心一时 也是无力回天 很好 只要这件事 和我们顾家无关 那就快些 让太子妃天年不测吧 无言大人不会失手吧 自然不会失手 不过就是杀一个女人 这回我带的手下里 还有两个决定高手 虽然那崔氏是太子妃 但只要经过我精心安排 杀他不是简单事 好 那么从今日起 我与杰硕便是盟友了 杰硕所求 我一定会尽力 但我的所求 也希望杰硕能够尽力 但我还是不明白 你为何要如此 世人眼中 首府位即人臣 富贵已即 但前任首府又如何呢 办完了治水征锡 两件大事之后 累出一身病来暂且不说 还闹得君臣不和 最后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诚 家族子孙都发挥原籍去种田 当今天子是个糊涂的君王 昏诺无能且没有主见 我虽为相 且女儿在东宫做良地 可是我们故事合族的荣宠前途 总不能寄托在这样糊涂的君主身上 除了杀太子妃这件小事 你还要我们做什么 自然是我与朝中与你们相商配合 如果朝中有事的时候 我会暗中通知你们 让你们在边境出兵滋扰 如果朝廷派出的将领是我的人 那么你们就诈败 让他立下战功 如果朝中派去的不是我的人 我自然会暗中想办法 让你们击败他 好 你这方法特别好 只要这仗拿起你下来 那些军中立功升官的将领 就全都是你的信服 我一个手无腹肌之力的文官 想要暗中掌握兵权 自然要想些别的办法 你这个人胆子不小 野心也不小 但是我喜欢你 你放心 只要你肯帮助我们接触 我们接触 自然也会全力帮助你 嗯 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柳承锋这个人 暗中恋慕催淋 你们杀太子妃的时候 一定要提防柳承锋 从中作梗啊 这些事忽然西长惊重 夹紧击合闻蝶之事 风声很紧 难以存身 为此柳承锋向我献祭 要揭露太子妃 他想揭了太子妃 与太子妃原走高飞 如此用你们的话说 不妨将计就计 将那翠林揭露出来杀了 哼 自从返回中原啊 我这心里 从未如此畅快过 如此 尽可以利用乌鲁 只要带走阿盈 我便可和他远走高飞 往后 就远离这一切纷扰 姓公子 达成所愿 顺心如意 阿淑 你改作跟我姓柳吧 你原本是孤儿 无名无姓 所以当时 换你为阿淑 其实 其实我也是一样 没有父母 也是孤儿 你若是跟我改作姓柳的话 那我便也有了亲人 谢公子辞教 柳叔 这名字真好听 来 快吃 好 多吃点 我 想请岳父大人到清云冠曲中 那里十分清静 又有亲兵护卫 而且 玄泽也住在那里 这样岳父大人闲来无事 还可以教教玄泽 有个小孩承欢西夏 也会少思少虑 一养新兴 这个主意倒是不错 我记得小时候 阿爹教我习武的时候 最是高兴了 好了 殿下可以去上朝了 我还有一件要紧事要交给你 什么要紧事 什么要紧事 我们呢 后点那个芋头太小了 换个大一点的吧 好了 该就上朝了 不说了 你 那什么 那个杰硕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怎么又派兵来骚扰盈州啊 这下不是说好了 以丧和为界的吗 陛下 陛下 自打解散崔扎军之后 或许 揭硕以为有机可乘 故又来犯我盈州 那就派太子去 他不是喜欢打仗吗 但是这次 一定要狠狠地打他们一顿 让他们记住教训 陛下 太子殿下身为储君 不宜带兵犯险 还是由微臣带领振兮军前往吧 行 那就你去吧 是 陛下 臣以为 裴大将军已有春秋 不如让裴元也一同前往 一路上也好有个照应 道路上 嗯 故乡说得有理啊 这当父亲的年纪大了 可不得儿子照应一下吗 说不得 说不得 现在船上的骨头都疼 这余下的公事 是 这卓太子 看这办理吧 是 你回来了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 你都不知道 这裴大将军要出征 兵部顿时多了很多事情 还有 这不是因为大婚的事 几日没有去朝中吗 我那父皇居然也趁机偷懒了几日 如今 三省六部的文书都已经堆积成山了 我忙到这个时辰 也才处理囚牛一毛 那你用了碗帅没有 我想吃顺肉 你跟桃子一起吃的那种 还有啊 人家桃子每次琢磨出新鲜好吃的 都会叫耳朵一起 你从来都不叫我一起吃 朱友河呢 我现在就去叫厨房准备 都已经三更天了 这么晚了 别吃了 不如我们赶紧睡觉吧 不 还是要先吃顺肉 不 先睡觉 好 您就是传说中的崔大将军吗 我听过您好多故事 雪夜为街术 大战浸水泉 那是谁 讲给你听的 是韩将军 每天晚上我睡不着的时候 他都会给我讲故事 我去看不见 这乌大将军 您的刀法天下文明 韩将军教过我一些剑法 我能给您学刀吗 自然可以啊 来 看好了 对 再来 到了青云关 阿爹的精神 果然好了很多 崔大将军 可以将你教得很好 那么一样 可以将玄泽教得很好 原来你是打的 这样的如意算法 这怎么能是如意算法呢 崔大将军 有玄泽承欢喜下 玄泽又很仰慕 崔大将军 可以跟他学习 很多很多东西 这难道不叫 两全其美吗 是 殿下说得都对 你不能老叫我殿下了 都好久没有叫我十七老 明明昨晚刚叫过嘛 那不算啊 那是你输了 我的惨头 阿爷 我在想 咱们要不要先生两个娃 一个叫阿枕 一个叫阿道 剩下的 万万在下 谁说我要跟你说话了 之前你自己说的 要生四个啊 不能少的 我什么时候答应过 你出尔反尔啊 说话不算数 又会算盆的 你昨天自己定的规矩 我可没说 哎 哎 我不管啊 就四个 不行 你没答应过 那就六个 八个 十个 这封印楼的炙肉啊 真是百事不严 昨天你派去我府上那个厨子 给我做了道新菜 叫烤露蛇 我吃起来啊 觉得太咸了 但今天一吃这炙肉啊 就觉得不想生下 哎 穆先生为了家父的病 十分费心 这杯酒 是我们敬您的 哎 客气了 哎 对了 我听说 这营州有一种大黄鱼 出自极冷之海 而且每年到了春夏时刻 速降而上 这黄鱼鱼子十分美味 哎 可这么多年啊 我还从来没吃过 你既然姓崔 如你替我弄些黄鱼子吃吃吧 必当尽力 好 那就这么说定了 嗯 你帮我弄黄鱼鱼子吃 我再送二位一个戏法如何 真的吗 那个太好了 我一直问阿爹 他到底看到 穆先生什么样的戏法 他无论如何 也不肯跟我说 世人都说 穆先生变戏法 犹如神险 那今天 总算能大开眼界了 你是不是喜欢萤火虫 先生怎么知道 我还是就知道 我还是要钱 的话 我还是要带你 了 我还是要带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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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小姐 桃子 小姐 有件事我想我必须得跟你说 什么事啊 咱们崔家军现在已经陆续裁撤完毕 留在盈州等待裁撤的不过数百人而已 皆说犯禁 朝中经命裴大将军 带着镇西军的人前往盈州 并严苛献令 让这数百名崔家军将士 即刻卸甲 至贝州修筑水区 据说 这贝州管理十分严苦 对待咱们崔家军的将士 如同犯人一般 不仅苛口饮食 动辄 还棍棒相加 这些人实在忍无可忍了 于是攻退了一名谭副将 从贝州 一路逃到了西长京 想要见一见大将军或是小姐 这件事情 不要让父亲知道 是 是 这个谭副将 现在身在何处 他是逃出来的 身上还有伤 到了西长京以后 一直在我们崔府附近徘徊 那日我回府里取东西 他认得我 跟了我好长一段路 见我身旁无人 才敢悄悄上前同我说话的 我认得他是从前左营的副将 只是跟从前比 实在是销售憔悴了不少 想必这一路 定是吃了很多苦头的 他没有文笛 也不敢住殿 说是这几日 只能在城外的破庙里容身 小姐 我们要不要把这件事 告诉殿下 不 这件事情 事关彻彩的崔家军 不要告诉殿下 免得他为难 这样吧 你约一下这位谭副将 去封营楼 然后咱们两个人 假装去吃酒 先见一见他 然后问清楚 贝州到底是什么情况 好 都已经过了这么多天 才吃上涮肉 殿下每天回来 我都说可以吃 是你自己 非说太晚了不能吃 确实太晚了嘛 哪有三更半夜吃涮肉的呀 今天是个好日子啊 值得纪念 画册呢 快把画册拿出来 把咱们齐善容这一幕画下来 不画 那我自己走 好 那就是不在这边了 那应该 在那个方向 嗯 不是呢 不 我就知道 不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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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没有贵 不代表你以后不会贵啊 我这叫 未雨绸缪 不 未卜先知 你这叫颠倒黑白 不行 这也得撕了 不是 不能死 我就死了 不能死了 我好容易画的 就死了 你给我 就死了 你 你 你 别 我不 你 我 你 你 不是 那 你 五十 一 殿下都已经冒失三刻了 难道殿下从前在郡州 也是要睡到日上三干的吗 让我再睡一会 快起来了 不要让朝帅们等着 来 起 我真觉得这一天好长啊 真的感觉度日如年 你呢 见不到我 是不是也度日如年 可是你晚上就回来了呀 所以 白天也没有很难熬 可是我白天见不到你 我就很难熬啊 好了 你快点忙完那些公事 回来就能见到我了 那你打算今天做什么 我打算跟桃子去封营楼吃酒 别去封营楼了 上次送鱼就算了 还送算吗 这是最大的恶极 好了 赶紧起来更衣了 等你抓紧忙完那些公物 一眨眼的功夫 就能见到我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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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小姐 这是我们四百六十七人的联名血书 请大小姐过目 北州官吏 从上到下 从来不把我们当人 我们也是忍无可忍 才写下这血书 真是 滋滋血泪啊 啊 好 是啊 啊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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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下 你今天怎么那么早 是要回东宫吗 你不知道太子妃和桃子 一起去封营楼吃酒了吗 我现在要赶紧把事务 处置妥当 带你一起去封营楼 桃子真是 她都没跟我说 走 我们去给她们一个惊喜 好 我们来看 出去 你们好 来 我的 走 走 雅兄 你怎麼醉成這樣 一會怎麼跟弟妹交代 孫夫人確實帶了女士來 他們今日會見了一位客人 不過沒點什麼韭菜 在雅間坐了一會 然後就走了 坐了一會就走了 是啊 也沒做多久 大概一炷香的功夫吧 我進去給他們添茶 就發現人已經走了 還在桌上留了賞錢 那是哪間房 帶我去看看 好 我帶您上去 師兄 太子妃和桃子 是不是已經回東宮了 我回去看看 不會 把這房子搜一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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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里面多的是各种乞丐的尸首 多一具尸体 不会被人发现的 这主意不错 偷走 我的药呢 这药不对 哪儿不对了 我之前在乌鲁那里见过这种药 根本就不是这个样子的 既然你不肯好好上路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 你想做什么 我本来念你曾经是一条好狗 想要留你一个权势 只怪你不肯好好地把那毒药给吃了 现在只好用别的法子送你上路了 你想杀我 为什么 你太贪婪了 你不过就是替我们接受卖命的 去屡次折送我们的精英 现在还想带着崔蚁的女儿远走高飞 那就一起到黄泉去吧 你刚刚问过我 为什么阿树不跟我一起行驶 我跟你说 阿树去望风了 但其实 阿树根本就没有去望风 那又如何 他都不知道咱们这落脚的地方 还能来救你吗 但是他知道 顾向早就与孙靖勾结的把柄 他也知道我是利用顾向陷害崔蚁解散崔家军 他更知道 你们埋伏在西场经所有的暗状 还有你们一路往北埋伏的所有藏身之所 有太多的人想杀我了 我当然不能相信你们接受人 对吧 阿树在哪里 快说 把神药给我 让我带崔蚁揍 把神药给我 不论你怎么拷打我 我都不会告诉你们阿树在哪儿 我跟阿树早就约点过 如若是出了变故 没有了我的音讯 十二个时间之后 他就会出手 带着我交给他的人生物生 一一都抢给你 真没想到 养着帮着放羊的狗 现在 竟然摇起主人来了 是你们先出尔方尔 毫无心意可言 我若是不提防着你们 我恐怕早就死了 干什么呀 叫我和隋岭走 一路上准备好坚引我们的马匹 保证我们的安全 不得跟踪我们 扎尔 都是杰硕的人 他们都是杰硕最勇猛的武士 能徒手杀死草原的狼 死下敌人的臂吧 你以为 还能跟我们讨价还价吗 你要是再不说出阿树在哪里 我现在就杀了他 休想 休想 阿英 休想 阿英 没想到 你以为 你不过 你会讨论他 专家 你不讨论他 你不讨论他 免礼 太子下令 关闭所有西长庆的城门 而且说奉旨也不能出城 现在还在调动禁军 故乡 这如何是好啊 陛下 太子此举确实反常啊 不说别的 光是调动禁军 就必须得先请旨 况且关闭城门这种大事 更归令百姓谣言四起 民心不定 是不是 因为事出仓促 太子来不及请旨 便先行事了 那是因为出什么事了 才让太子关闭城门的呢 陛下 还是把太子叫回来一问 便什么都知道了 便知道到底为何了 陛下 为今之计 还是速速把太子叫来一问 便知道到底为何了 好吧 宣太子入宫 是 刘昌 这如意糕 真好吃 天驾 这边我都仔细搜查过了 没有什么意义啊 继续给我搜 是 搜 我早就跟你说过 如果你敢动他一根寒毛 我就立刻去死 这样 你就再也不知道阿淑在哪 明天这个时候 你和你的手下都来不及逃走 就会被李泥的怒火撕碎 你以为我们来 是毫无防备吗 你以为我们真的 会把所有的退路都告诉你吗 你 你跟阿淑知道的揭朔布置 不过是九牛一谋 毁了就毁了 我也可以放过你 但是 这个女人 必须得死 见过这个人吗 没见过 见过这个人吗 没见过 没有 见过这个人吗 没有 见过这个人吗 没有 世离殿殿殿殿殿殿 没有 你真打算跟她同归于尽吗 这个女的有什么好的 等到她醒来 她愿意跟你走吗 她愿意 我看你啊 是一厢情愿 她心愿你吗 她如果心愿你 又怎么会嫁给李妮呢 她都是李妮逼她的 她是喜欢我的 她就不喜欢你 我劝你 就别再自作多情 一厢情愿了 不会的 不会的 她也是喜欢我的 爱因 爱因 你是喜欢我的对不对 爱因 爱因 陛下 陛下 太子呢 老奴无能啊 这太子殿下说 说什么 太子殿下说 他有要紧的事 无暇进宫 见皇上 朕 料到了 你 请问 见过这个人吗 没见过 殿下 父亲扎远已经搜过 却无一场 继续搜 是 见过这个人吗 我没见过 见过这个人 你见过这个人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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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见过这个人吗 见过这个人 怎么样 怎么样 你们两个只能活一个 我觉得 犯不着为他而死 反正他也不喜欢你 倒不如一了白了 把他给杀了 反正 你也喝了我接说的神药 不敢对我接说不利 倒是这个女的 非死不可 好 只要你答应我的事情 你都办到 那就可以把他杀了 不过 不过 我要亲手杀了他 好 爽快 我们接说的猎人 遇到训不服的野马 也会亲手一刀给杀了他 我特别讨厌看到血 给他留一句权势 不要间歇 行 这是我们接说最好的毒药 没有痛苦 入侯即死 更不会间歇 快点儿 快点儿 婉颖 你别怕 这个药不会有任何痛苦的 你也不会耐受 虽然 虽然今日 我们只要永别 但是如果还有下辈子的话 我希望你有那么一点点回西荒 回忆回到最初那一刻 小啰嗦 快动手 心底的伤愈合 守紧握着彼岸的孤狂 你别怕 快点儿 要我呢 你别怕 难割舍 当我为你爱过 多想牵握着 片刻的吻着 多想此生只为你活着 当记忆沉默 心已落 忘了此生离合 阿云 多想只为在有你的一刻 我在你身边停泊 阿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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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怕 一年难舍 难割舍 当我为你爱过 阿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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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想此生只为你活着 当记忆沉默 心已落 阿云 忘了此生离合 阿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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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命您即刻进攻觐见 我说了我有钥匙 殿下 陛下的旨意是即刻 殿下若是不肯跟老奴走 那老奴就只能 奉旨动粗了 套学书来了 走 不要帮我 不要 你去告诉陛下 就说你实在劝不动我 不然我就杀了你 滚 滚 走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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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下 殿下 去南城搜索的人 回来禀报说 在医庄 有一个样貌年轻的女子 她相貌身形 和我们药长的人都很像 而且她身上有刀伤 像接触的刀所指 去医庄 去医庄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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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quiring 走 殿下 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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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b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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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